驻日代表谢长廷7号在东京主持双十国庆活动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母亲安倍杨子第四度出席致贺 显见重视 谢长廷以东京奥运开幕式上 日本放送协会NHK主播以台湾介绍中华台北代表团 来说明今年活动现场和邀请韩上 同时秀出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安排 谢长廷还在致辞中 感谢日本和美国关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更感谢日本五度捐赠疫苗给台湾 六月参立院一致通过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 台湾最近正式提出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 全面进步协定CPTPP 很多日本国会议员也立刻表达支持 日本国会最大团体日华议员肯谈会会长也出席活动 强调举办台美日国会战略论坛的重要性 谢长廷特别提到台制紧密的友好关系 可追溯百年前 1920年代很多日本技师专家参与台湾建设 包括建设加南大尊的技师八点女一 台中白冷尊之父姬田千雄 及彭莱米之父姬永吉等 代表处也邀请他们的子孙到场一同庆祝 并颁发感谢状 谢谢大家